嗨 大家好 我是美樂 我是阿丹 我們這支影片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英國倫敦這邊有哪幾間台灣餐廳 我們會去吃吃看這幾間台灣餐廳 跟我們在台灣吃的一不一樣 那如果說有台灣的飲料的話 我們也會把它放進這支影片 然後我們現在在SOHO這附近的這一間掛包店 對 這間非常有名 對 這間超有名的 嗯 好 我們去看一下 它這邊有classic的一般的 6.25塊 6.25塊我覺得好像可以 因為這邊感覺是這種小吃 都是7塊8塊這樣子 對 因為這邊還有台灣的雞排 Cry chicken 買了一個外帶的經典的掛包外帶 你看 它裡面有香菜跟花生粉 然後還有肉這樣 它這個大小就是我一隻手拿起來 浪漫浪漫的樣子 走精緻風 對 走精緻風 精緻路線的掛包 真的是一個英倫風的浪漫小漢堡 對 然後它還用一個小盤子裝的 你看 看我兩口就吃完了 哈哈 是真的很小耶 是不是很小 很可愛的一個 味道是蠻像的 然後它也有油油的肉 碰肉 它生粉可以再多一點 是蠻像的耶 可是我大概兩口吃完 我覺得它味道算不錯 跟台灣吃起來是英文一樣 但是就是哇 是不是要考慮一下 要不要花6.25 大概是240塊買一個這個小掛包 我還有懷疑是台灣的掛包 對 那好吃 算是好吃的 對 花生粉可以做一點 OMG這頂泰風也太美了吧 對 好像在這麼美的地方吃頂泰風 真的耶 好 那下一間的台灣餐廳 我們來到了頂泰風 一定要來這裡朝聖的 台灣人的家 那這裡菜單上的 都是真台灣的 一樣 也有蟹盆小籠包啊 辣螃蟹小籠包 那價錢怎麼樣 價錢 我看啊 以小籠包為準好了 喝的大概600 台灣多少 在台灣吃小籠包 10個200多 它這裡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還有一些調酒類的 然後還有深度奶茶 還有紅酒跟白酒的那種 它這醬是我看有比台灣 切得還要粗一些 不過它這個醬看起來 它這個是有醋跟醬油 已經調好頂泌的 對 它剛剛幫我們弄了1.3 這看起來很像 喔 下面有蔥 難怪覺得好像少了一點顏色 但是哇 這個味道聞起來 就知道一樣了 頂泰風這個醬 不是隨便都可以吃得到的 對 他們在那邊那個醬是什麼醬 欸 你們知道嗎 這個醬啊 可以拿來配炒飯 或者是點一個乾麵 白麵 然後把它搬進去 好 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就說 其他人是吃醬啊 呵呵呵 就你先吃 為什麼 好 就我先吃 你吃完之後只要回答我們 一樣 或者是不一樣 不一樣 很好吃 很好吃 好 讚 可以 專業吃小籠包的人 這個小孩子 小籠包可以吃幾個 看他五六個 找不掉吧 那那個小小顆的那個 他可不是也是一龍嗎 這個是每次就是一定要點來吃的啊 好好吃 謝謝 謝謝 好吃 怎麼樣 好吃 完全的台灣味 我快哭了 好好吃喔 很好吃 很好吃 要找台灣的味道 就來吃景泰峰 就完全對了 下一個要來試的是他的高麗菜 這個高麗菜 你不是說在英國比較難買高麗菜嗎 而且 上次在你婆婆家吃到的高麗菜 我覺得真的不是高麗菜 嗯 還是台灣的高麗菜好吃 這是台灣的高麗菜 不是 但是味道也是不錯 我覺得脆度 台灣的高麗菜很脆 而且你已經算很厲害了 算 對對對我覺得算不錯了 高麗菜還是台灣的好吃 嗯 這是真的 也是不錯 也是不錯 晚安 有台灣的味道嗎 有沒有想回台灣了 有沒有想回台灣了 甜蜜留下來了嗎 回家 對 他們這邊剛剛有一個很貼心的 就是我弟人買貝 貼心的貝 小小的說怎麼辦 不然我們有個小骨 薑豬不知道可不可以不薑 然後就有一個小姐 她差不多有吃 對不對 對 然後她就很貼心 她們就直接把她買醬 薑豬都準備給我了 然後問我們需不需要補 我覺得非常貼心 好啦 吃芋泥小包 好 各位吃芋泥小包專業的 就這個芋頭 我這樣說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在英國要買到 好吃的生芋頭不容易 因為英國芋頭都是比較白 它沒辦法有這麼脂的芋頭 所以如果今天我自己在家 要做芋頭清明做什麼的 它做出來的顏色其實跟台灣很大一樣 所以他們家的芋泥小包好吃 那我覺得這次吃頂台風吃起來 就真的是差別在原物料而已 就是台灣的原物料真的是非常好吃 像是薑絲 像是高麗菜非常好吃 但是除了原物料之外 這一小小點之外 其他都非常像 非常好吃 好吃 好吃 那我們吃這樣子呢 是68.36 好那我們下一間來到的是貢茶 在倫敦除了貢茶之外 想要喝珍珠奶茶 還有沒有其他間 還有Mochi 還有 幸福糖 非常多選擇 口口也有 所以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喝 也很喜歡 幸福糖 還有Mochi 那可以喝到的東西都跟在台灣一樣嗎 很像 而且我覺得幸福糖的珍珠 它是限度的 所以非常好吃 對 它是台灣味 對 它是台灣味啊 我覺得我很幸運 因為不是每個就是 不是每個小孩都是台灣味 對 而且在這邊長大小孩很多 都是那種 外國味 然後吃得比較難吃 喜歡嗎 這好喝 還是好喝欸 就算在台灣很常喝 在這裡喝還是覺得好喝 對 怎麼這麼有吃啊 而且它的包包也很好喝 今天這很好喝欸 對 可是他們沒有收集 下一間我們來到的是在Soho跟中國城附近的這間 老樹 對 下一間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台灣的餐廳 就是這間囉 老樹台灣味 它的雞排滿有台灣味的 我才外面就可以聞到牛肉麵的味道 對 它的牛肉麵也不錯 對 以前在還沒有點太風的時候 如果是台灣朋友聚會我們都吃過家 因為它甚至很好吃 牛肉麵滷肉飯 鹹酥雞 滷豬腳 它有掛包欸 這個雞排很好吃 威威威 你要說它的掛包比那個包店還要大可 是啊 其實我想要吃牛肉麵 但是我吃不下 它的香腸真的就是台灣的香腸 那我這次吃不下了 哈哈哈哈 你喝太多飲料跟甜點 如果說要我回味台灣的料理的話 我覺得我第一個人會想要吃的就是牛肉麵 對啊 因為我們在國外都會想說 等你回台灣 第一個最想吃的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牛肉麵 沒有而且我覺得牛肉麵就是 你只要一喝湯 你就知道它到底好不好吃 它是一個很 很key的關鍵 好香喔 已經有切了 但我覺得就是少了一個用個紙袋裝的感覺 你是說是路邊攤的 就是紙袋啊 吃吧 我也要吃 好來吃吧 你剛剛不是說不吃嗎 媽媽媽我好飽喔 然後現在看到炸雞就吃了 就 給你吃 嗯 好吃 而且它外面有想到的胡椒粉好香 看一下那個雞排 不是 它肉吃起來很QQ的感覺啊 這個是雞肉嗎 可是雞肉吃起來QQ的 味道我覺得是不錯 只是它這肉吃起來QQ的我覺得怪怪的 不知道為什麼 你覺得不像真的雞肉嗎 不像雞肉 它平常不是這樣的 有沒有 它今天的雞肉我覺得 我覺得是雞肉選擇的問題 不是 我覺得它雞肉可能是冷凍後 沒有完全退冰 以後下去炸 嗯 所以它的雞肉其實沒有吃到雞肉的肉質 它就是 就是 有點硬硬的 硬硬QQ脆脆 可是這就不是肉 對 不是肉 應該還可以吃嗎 好啦 這個我們吃了兩口 應該是說它其實平常真的 真的蠻好吃 可是就是 這一批雞肉 我覺得肉質 可能沒有我想像 以前那麼新鮮 可是我覺得就像可能只是 你知道它這可能就是 偶爾偶發事件 有沒有遇到嗎 這裡有一批牛肉 可是它吃到粉就是台灣最大 我們現在又來到下一間台灣餐廳 叫做 火家 它在Shopabouche Market旁邊 然後其實很靠近Witchfield 這樣子走出去 不會遇到溫室 我看他們的菜單 有這些 雞排便當啊 主食就是有便當啊 米粉湯 炒麵啊 炒飯 蔥油餅啊 雞排蔥油餅 然後它有一些 喝的 喝的就是茶類果汁 在地區有地瓜薯條 配梅粉 還有豆干 燙清香菜 然後我們一坐下來 它就會提供我們這個畫畫的 因為我們有帶小朋友 對 然後小朋友有小朋友畫畫的 然後大人 你說什麼 你的稱法對不對 南門市場 這什麼 中正經驗塔 中正經驗塔 你是住那兒嗎 小路班比 小路班比的這個 台灣黑熊 這是威熊啊 這是威熊啊 因為疫情的時候 我們都是麻煩他 就請後家老闆娘 幫我們就是 幫我們住在 北區以外的 那個 媽媽們的購物 幫你們這些媽媽 思念台灣味 你總是 因為這個配送 開車技巧變得很好 因為疫情 我們就是都不能 就是沒辦法出去 買東西啊 然後要買台灣的東西 又更難 所以那時候 我就請老闆娘幫你 謝謝 安慰我們的肚 真的 有時候就是那個嘴巴 就是想要吃一件什麼 他這邊還有很多的醬料 台灣才有的醬料 你看像是沙茶醬 甜辣醬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醬油膏 喔 清蘭醬油 我點雞排冰檔 然後他可以選配料 配料有酸甜咖哩 燥燒醬 然後我選的是 露燥味 就是古早味的露燥味 所以這樣小朋友很喜歡 就是你知道 像台灣的滷肉飯 這湯不錯耶 我喜歡這湯 他這個燒醬麵的肉是這樣子的 一片 而且蠻軟的 肉燥飯 你看他這個肉燥飯 不錯耶 就是台灣味啊 就是台灣味 然後有一些些許的甜點 然後我們還點了這個牛肉捲餅 他說 他說我喜歡 我們都聽到了 謝謝你跟我們三個人講一樣的笑笑話 你會喜歡哪一個嗎 我喜歡他這個麵 牛肉麵 因為他那個麵是博蘭西裝 QQ的 他的湯我覺得很不錯 對 我湯我也喜歡 然後還有薯條 甘美薯條 我喜歡這個 牛肉麵跟雞排飯 然後捲餅也很好吃 鹹酥雞其實也很好吃 而且捲餅超大份的 跟台灣餐廳 跟台灣餐廳很好吃 很道地耶 幹嘛 然後抽屑吧 好那台灣餐廳的最後一間呢 就是阿丹姐姐的私房料理廚房 對 你看 鮮酥雞 對 加蒸奶 而且這很酥耶 我們在這裡已經吃了第三次了 這很酥 很厲害喔 很厲害 前天還有甜不辣跟米雪 那個甜不辣也很膨 這個超脆的 但是沒有開店喔 所以 所以來的人也是吃不到耶 所以在英國的朋友如果說有想要吃的話呢 在下面留言說不定阿丹的姐姐就會開店喔 那其實也蠻多間台灣餐廳我們沒有介紹到 像是在倫敦西邊的 A Little Me Time 他們的牛肉麵跟珍珠奶茶也不錯 還有很親自 友善的地方 讓大家 讓小朋友可以去玩 那一間我也是蠻想去的 只是就是有點距離太遙遠了 然後還有一間在China Town的 是牛肉麵 也是台灣式的牛肉麵 那一間也沒吃到 那這一次英國台灣餐廳的影片 就介紹到這裡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掰掰